好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回到比赛现场 此刻,我们可以看到文静被北辰压制着 芝羽迈着文静的步伐向他俩靠近 眼神里充满了最胜利的渴望 果然,芝羽率先出击,抬起胖乎乎的熊掌 以迅雷不及掩耳知识挥向双方 果断地将文静和北辰两位选手分开 他想做什么,是想逐一击破吗 文静选手经过刚刚的激战,似乎有点累了 趴在一旁休息 北辰选手则反应灵敏,灵活地扭动身体 轻松避开了这看似凶猛的一击 并且迅速回击,用圆鼓鼓的大脑袋顶了回去 诶,他居然放弃了继续进攻 转头对准了文静 哦,不是,他沿着树干爬出了比赛场地 这是要棄赛了吗 不知道裁判会怎么判这个行为呢 短暂思考了一会儿 北辰调转熊头想继续参加比赛 结果一个亮枪 差点直接退出 也是引得现场观众笑声四起比伏 慢着,这个亮枪似乎是北辰故意的 成功分散了直语和文静的注意力后 北辰一个巧妙的转身 利用自身体重的优势 成功地将两位推到了场地边缘 看来,这不仅仅是一场力量的角逐 更是智慧与技巧的碰撞 究竟北辰有没有笑到最后 让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继续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